内地公布了5年以上的LPR会下降 会减少5年以上的LPR 但减幅比市场预期的多 会下降15个基点 之前是4.45厘 最新的下降会到4.3厘 跟大家跟进内地股市开始初断的情况 内地股市最新也普遍要向下 相证综合指数跌至4点 深淨成分指数跌至40点 而护芯300指数跌至12点 我们再来讨论大家的问题 阿露 先看看 现在我们的最新消息解读了 就是内地减的LPR幅度 比之前减的MLF幅度多 但内地股市早段是向下的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减幅 即使是比之前的MLF 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其实也是很有限的 这样说 之前也说过了 其实真的只是说一些炒作因素 如果你纯粹说 这个减的LPR可以解决了 现在市场面对的主要问题 真的太天真了 现在当看到LPR减幅多于MLF 那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更加的确认 就是短线来说 可能会牺牲一些银行的盈利能力 从而去救经济 这方面来说 其实内地这十几年 试过很多很多次做这些动作 是最终看到成效的 但是会马上做到 所以股市短线来说 其实真的再向下市低位 第一方面有空间调整 特别是内地股市方面 五月份以来 其实调整的幅度比行市更加之少 但是如果你在未来一些的重磅 重磅股上 好像大型银行股 短线要再回多一点点的话 A股向下的机会 都真的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内地股市 或者说LPR这单消息上面 你最多就是用来做地区 你不会用来做一些 中长线部署的最大转捩点 相反地就是说内房的问题 如何受到控制 这个我自己都拗了 你想想上个星期 内地已经是帮一些内房企业 去担保 或者说这些都拍了心口 都尝试去稳定市场的信心 但是市场也不相信 各别有严重的内房企业 当然他们的股价升了一点点上来 但是对比过去一个月的跌幅上面 真的完全是没有太多意义 或者没有太多正面作用 一出事了 绝对又可以回到很深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真的对于一些不是短炒的投资者来说 没必要突然大股成交金額 这么低的情况下去做 所以你与其看LPR 不如看大股成交金額好过了 我相信今天公布完LPR之后 大股成交金額 应该还是继续维持一个低迷的状况 这个状况维持多久 真的打不到呢 整个第三季都是这样的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的